诚哥 你的手 没事 走吧 有请老宝 老贝 老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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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的两支战队都已经准备就绪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有请两支战队的成员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 比赛 今天现场的气氛真的是非常热烈啊 就好像总决赛提前来到了似的 现场的粉丝们你们太热情了 老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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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皇这个粉丝量级 不愧是和诚哥平分秋色的男人 来 一会儿我们就要开始了 大家戴上耳机 好 我们看到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斑和披披环节 我们来看看 ZGDX战队的 要谁呢 刚在后台我问教皇今天玩什么 他说要玩铁鼠 他能告诉你吗 他的话能信吗 他骗你的 虽然教皇最近好像一直在练那个世神 但是 听我的 搬铁鼠 搬铁鼠 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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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教皇的眼神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 简单的概括来讲 就是五个字 你这个骗子 什么情况 此时此刻看他们的表情 他们好像确实练过铁鼠的套路 诚哥 所以我不得不怀疑教皇会过来杀了你 并不厌诈 把针放给他 曼彼岸花 彼岸花这个版本太强了 等一下我会选荒 到时候我怕童谣会克中 好 果然呢 ZGDX战队是搬掉了荒还有呼祸鸟 YQCB这边则是搬掉了老K成名的万年竹 还有史玛琳的玉藻前 不知道史玛琳是不是又要选择大天狗呢 阿猫 你给童谣选大天狗 好 哦果然 ZGDX战队这边是选择了大天狗 对方YQCB则是选择了阵和山兔 紧接着ZGDX战队是选择了打野夜叉 还有上单磁木 这边YQCB选择的是灭灵气和妖道鸡 诶 现在就只剩下切斯麦了哈 诚哥 讲道理面对YQCB这样的一个阵容 诚哥应该会拿小松玩吧 是的 是的 小松玩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 什么 妖狐 哇 切斯麦又一次地选择了妖狐 天呐 这又是一个让我意料之外的一个选择 希望这一把切斯麦依然可以像之前一样 在前期取得优胜迅速解决战斗啊 开始了 上上上上 各位观众你们好 这里是决战平安京职业联赛 中国赛区第五周的最后一次比赛日 今天我们将迎来ZGDX战队 对阵YQCB战队 跨组赛BO3的第一场对决 到底是传统强队ZGDX战队 击败YQCB的求胜之路 还是全国赛凤凰灭盘的黑马 YQCB终结ZGDX战队的成神之路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吗 来上一趟 好 好 诚哥 兵线太深了不安全啊 好 来下路同堂 可不撤吧 这会儿对面打野妖童鸡该下来了 小胖 看一下试影 奇斯曼比他很凶啊 试完兵线也不肯走 他选妖狐就是想扣打前期 想压制真的发育 既然他们打得这么刚 OK啊 插棒 你先蹲一波 艾佳你在中途耗着 小心点 他们打野肯定也在 老K也来到了下路 这波能不能蹲到教皇呢 我的天 教皇根本不出塔 插棒的妖刀机也一直在下路晃着 根本占不到便宜啊 撤吧 他们写了有优势 等我们中单发育一波 然后我们一起下来 嗯 中下路目前都不占优势 看来ZGDX这把有点难了呀 而且现在中路这边 艾佳的灭灵器也很稳 范林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 很明显 艾佳稳如泰山准备拖死我方中单 什么稳如泰山 分明是老奸巨华 这会儿我支援不了 没关系 我们已经安全撤离了 你们下路稳一点吧 我这边融融的青芳主也很难对付他 我今天算是被艾佳这狗皮高腰给黏住了 他把平时怎么黏鸡羊的劲 全都搬到场上来了 我根本找不到机会 我有机能 回去抓他们 小胖的银扫手里还有空 大家小心一点 好 现在才开场几分钟啊 你们都几集啊 下路别跟他们抢镜头 诚哥 可以的 别急别急 往后退一点 退一点 小胖 控制住教皇 好 可以啊 诚哥 好 队长大大 帮帮的 这波反打可以啊 教皇这波是亏了 我们诚哥赚了两百六呢 我觉得你们要低调 低调点啊 可惜了 妖活和营草也才写 我的辅助不会白死的 兵线来了 把兵线清了再走 不行 插帮没走 一会儿教皇补了状态也回来了 下路打起来了 插帮还在这边 教皇和良生血量都非常健康 承个小心 插帮在下路 老K 往上路来 我们把上打推了 别摊 时间来不及 不把握上了 还好他跑不快 就是啊 再看上路 老K 往上路来 老毛自己先上了 被点残 老K 也赶到了 能不能救下老猫 哎呀 老猫被击杀 不过老K 没有放过残血的荣荣 月塔强杀 哎呀 可惜没有走掉 叫你早点来 非要带他下路 一时去抓那个什么教皇 我不压着下路 一会儿你来输出吗 这波二环一太亏了 老实说啊 ZGDX战队这边的情况不容乐观 比赛已经开始十一分钟了 双方的经济差距是一千三百块 YQCB 对 这边是暂时领先 哎 你看到没啊 这个ZGDX战队 他的上路和下路 现在日子特别难过啊 你看这个教皇 就是死死的 把杰斯曼拖在下路 不给他打的机会 是呀 甩也甩不开 走也走不掉啊 现在可以说啊 ZGDX战队这边 整队发育比较正常的 就只有在 跟艾佳兑线的 伴侣这边了 对 我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他 希望他能够 一人力挽放蓝 来 我们快点打架他 快一点 诚哥 他们打十句了 十句不要了 去把杰柳塔抵掉 我试试 小心 梁生的山徒开加速了 带着教皇在后面 你得威胁 不行 教皇清兵太快了 他抵不掉 我回台下 拖一下 把他打了 没那么难打 我绕后了啊 你们小心别被他们打散了 对面艾佳没大 老猫 你去扛一下塔我来切 老猫老猫赶到 开始团了团了 我好撤我好撤 老猫都可以欺负我艾佳 艾佳被带走 我三秒大 对面打也一直没露出来 把大瞄准放我脚下 我也能打一趟 插棒冲了出来 抢前后盘 你不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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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了撤了撤了 这塔估计他们受不了了 肯定给了 不能让他们撤 老猫进塔 对继续继续 把猫撤了过去 看 两声被打了 就只剩教皇了 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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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QCB是损失惨重啊 人没了 中路一塔也没了 哎呀 插棒的走位也是出现了失误啊 被ZGDX战队打了一波零换舞啊 不过我觉得 下一次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YQCB这边会吸取教训 保护我方的输出 ZGDX战队这边如果想要 再次击杀对方的西位 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对 也希望这个ZGDX战队 可以抓住这波机会啊 终于瓦了艾佳的中路塔 队长大德快推 你要去哪儿啊 其实怎么是要撤退 诚哥 这时候打不了打蛇吧 诚哥 这时候打不了打蛇吧 诚哥在想什么呀 他们好像撤了 不会的 诚哥不要这个他 肯定去打打蛇了 所有人复活后去打蛇坑 诚哥 这个时候打打蛇太危险了吧 这时候不继续推进 打打蛇的话时间根本不够啊 他们已经复活了 我们快撤吧 撤吧 打不完呢诚哥 诚哥撤呗 撤呗这啥打呀 诚哥 他们来了 可以的 同样开大进场 我拖出小黄 完全自明复活了 这些电队还不想在后撤吗 诚哥 诚哥居然打偏了 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啊 诚哥我顶不住了 顶不住了 那怎么办呢 我倒好了 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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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哥 诚哥 他看着 诚哥 我挂了 太可惜了呀 牵师们就差那么一点点 你说 刚才要是大盗了教皇 还真说不好是什么结果呢 他这很明显呀 这是牵师们的一个指挥师误啊 对 怎么可能让仲丹上去开团呢 你想一想 仲丹能扛多久 肉在哪儿 这还怎么打呢 是 是 是啊 好 很好 好 很好 刚才那波太帅了 跳 加油 必须的 恭喜YQCB 老毛 诚哥 你的手 没事 走吧